可以听到车上传来驾驶狂笑的声音 完全是忍不住 因为前方一辆黑色箱形车 原本好端端的开着 突然一个鬼切抢道 违规向右跨越曹化线 完全没有发现后头有一辆 国道警察开的红斑马 直接在警方前违规 果不其然马上被盯上 只好乖乖的停到路边 接受警方开单 而地点就在国道3号 北市南港信头转国武 时定宜兰方向 国道警察也提醒民众 如果不小心太晚切出交流道 看到白旭线转成潮化线时 千万不要贸然插队 否则最高会罚6000元罚还